《若失的疑德》 《若失恩是疑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忧退他》 为什么若失忧退玛利亚,会是因为他的疑德? 有学者认为,若失的义德在于他遵守了法律 法律规定 如果一人取了妻,佔有他之后,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难堪的事 因而不起约他,便给他写了幽书,交在他手中,叫他离开他的家 新名记另一处更清楚地规定 如果新郎发现新娘不是储女 就应将少女领导他父亲家门口 本成的人应用石头扎死他 因为他在以色列中做出了可耻的事 在他父家幸了邪淫 这样,你由你中间剷除了这邪恶 所以,有学者认为 当若失知道玛利亚怀孕后有意忧退他 是遵守法律的做法 而且他没有用石头扎死他 而是打算暗暗地忧退他 避免玛利亚受羞辱 可见,若失不单止正义,也都慈悲 不过,这样的理解 似乎是模糊了犹太人分配的几个步骤 按犹太人的习俗分配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定定分盟 第二,定分 第三,凝取 分配的高峰当然是凝取的仪式 在凝取这个仪式之后 新郎和新娘正式圆分,开始一起生活 不过,在凝取之前会有定分的仪式 定分是一个公开的仪式 新郎在正婚人见证下 将定分礼物交给新娘 从此,男女双方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的关系 在定分和凝取之间 可以相隔长达一年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若然女方反悔不想嫁给新郎 而想嫁给另一个人 亦都需要在见证人见证下正式离婚 男方要写优书给女方 所以,定分这个步骤是有法律效力的 相反,定分之前的定定分盟就没有法律效力 只是一个私下的约定 一男一女自愿地承诺结为夫妻 由于是私下的约定 男女双方在法律上的身份不变 即仍然是自由身 若然任何一方在定定分盟到定分之前 这段时间改变主意 可以私下解除婚约 另一方是没有追究的权利的 所以,福音指出约室知道玛利亚怀孕后 有意暗暗地忧退她 显示约室和玛利亚只是私下定定了分盟 仍未举行定分仪式 因为如果约室和玛利亚已经定分 即是进入了犹太人分配的第二个阶段 约室就无可能私下暗暗地忧退玛利亚 而是要公开地在经司的见证下写休书给玛利亚 才可以解除婚约 因此 若失恩是义人 不愿公开羞辱玛利亚 有意暗暗地忧退她 这句话更好的解释是 若失知道玛利亚因圣神犹孕 为避免自己妨碍了天主的计划 决定全身而退 若失的表现正是旧约所强调的 对神圣的天主应有的敬畏之情 正如百多禄经历耶稣显的奇迹后 意识到耶稣的神圣性 因而自觉不堪当接近耶稣 于是懇求耶稣这样说 主请你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日行洗者也曾经流露这样的敬畏之情 他对前来受他洗的人说 自己连拿耶稣的鞋也不配 我固然用水洗你们 为使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比我更强 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 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 此外一个外邦人百夫长也自知 不堪当要让耶稣亲临他家 当耶稣谁找他的请求 准备跟他回家医治他的仆人时 百夫长对耶稣这样说 主我不堪当你到卸下来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的 所以若失的义得 正是他对神圣的天主应有的敬畏之情